你吃过炸弹吗?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鸡蛋 处理不但一言不合就爆炸 造成爆炸的罪魁祸首就是微波炉 记住这几种东西 千万不要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首先是鸡蛋 微波炉不同于其他加热方式 它是通过微波使水分子震荡摩擦产生热量 由于鸡蛋在微波炉里加热时 先加热的是鸡蛋内部 再加上蛋壳和内膜的阻碍 使得蛋内的水蒸气无法释放 从而造成爆炸 有的在微波炉内原地爆炸 有的侧拿出来食用时突然爆炸 非常危险 不管是生鸡蛋或者是剥了皮 二次加热的熟鸡蛋都不能放进去 其次是水果 部分水果含有盐离子 比如葡萄 蓝莓 剩余果等 放进微波炉加热容易燃烧 另外金属餐具也不能放入 在电磁波的震荡下 金属气敏容易反射电磁波 可能会使微波炉内产生火花 轻则损坏微波炉 严重地造成火灾甚至爆炸 为了你的安全和健康 一定要规范使用微波炉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牛奶应该如何加热吗